大家好,今年是哈耶克诞辰的120周年,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篇他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论文,这篇论文的名字叫《指使在社会中的运用》,以字纪念。 这篇文章是著名的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在著名的《美国经济评论》上面的一篇文章。 在部署看来,咱们不从经济方面去看,换个角度,这是一篇和乔治·凯南当年的遏制报告一样的方向,都是在为针对苏联寻找原因。 一个是在政策的调整方面,另外一个是在经济上寻找突破口。 这篇文章有多重要呢? 在经济学里,预测经济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三个根本的问题,是哪三个呢? 第一,人际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。 第二,数据不可以获得。 第三,难以恰如其分地去讲成人们的行为和人们的预测。 而哈耶克的这篇文章就系统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,给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。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价格。 在这篇文章里面,哈耶克首先说,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平衡编辑的问题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 咱们通俗点说,编辑就是你多花一块钱,能够给你带来多大的收益。 而编辑平衡呢,就是说,你手上的钱有限,每一块钱应该花在哪里呢? 你有不同的选择。 花在包子上面,花在蛋糕上面,花在鸡腿上面。 你的每一块钱都花在那些给你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件商品那里。 一块一块钱花出去,最后你在每一种商品上得到的编辑效用就是平衡的。 这样,你通过有限的资源,你手上有限的钱,能够买到的商品所能给你带来的效用就能够达到最大化。 这就是编辑平衡的概念。 这里面的编辑平衡就是追求,效用最大化。 这算是贯穿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核心问题。 但凡讲经济的,不管是教科书还是论文,都在这上面做文章。 怎么样让你的编辑成本,你的付出,跟你的编辑收益,和你的得到所相等? 如果这两个数字能够相等,那么你的总收益就能够得到最大。 也就是说,达到了编辑平衡。 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使用了编辑平衡的概念。 在那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里,实验的结果是,具有较大的耐心的人,最后的成就更高。 这个实验用科斯定理描述,就是小孩A在第30分钟就吃到了一颗棉花糖。 而小孩B因为转移了对当前棉花糖的注意力,忍受了60分钟,最后得到了更多的棉花糖。 A和B的共同点是,在前30分钟内都没有吃到棉花糖。 只不过呢,A一直面对着棉花糖,一直在面对着诱惑。 而B呢,转移了注意力。 诱惑同样存在,但是B做出了更好的决策,因此得到了更优的结果。 举这个例子,不是想说耐心的重要性,而是想说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,在合理的范围内调整好决策,在看清楚之后,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之后的回报,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。 不过,说了这么多,哈耶克在一开头就说,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,并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。 他说边际平衡只是个小问题,而经济体系要解决的是变化的问题。 人类社会跟自然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是,自然界是循环往复的,而人类社会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冲击。 而这点呢,博主并不是很同意。 想要说清楚人类社会的问题,而去寻找一个参照系的努力,博主是认可的。 可是循环往复的自然界这个观念,个人并不认可。 他说,如果人类社会仅仅是要解决边际平衡的问题,那么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,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 计划经济可以,市场经济也可以,什么样都是可以的。 因为你可以从不断的试错过程中,发现我们应该如何计划未来的生产。 比如说,我们的人口不变,我们的品位不变,每年都是消耗7亿吨蔬菜,1亿吨猪肉。 按照这种比例,就这样吃吃喝喝,轴而复始的话,那么我们不论运行什么样的方式,都可以找到最佳答案。 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运行,那是无所谓的。 但是呢,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,恰恰不是怎么样让边际平衡的问题,而是有了变化,你如何去应对。 这直接说明了,为什么计划委员会里的一大群聪明的头脑,或者是很大量的计算机,都无法调整适应的问题。 那么接下来,哈耶克说,关于变化的知识从来都没有被集中过。 每当发生变化,总是有个别的人在某个局部感受到了变化。 而这些关于变化的知识,它是永远没有办法集中在一个大脑里面的。 哈耶克说, We cannot expect that this problem will be solved by first communicating all this knowledge to a central board, which after integrating all knowledge issues its orders. We must solve it by some form of decentralization. 合格的去中心化,decentralization非常重要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博主说,这论文跟凯南的作用如出一辙。 哈耶克解释,他说知识并不是我们常年的那些书本上面的玩意儿,而是那些无法归纳到统计数据里的知识。 比如说,你有一个养殖场,你可以统计有多少头牛,多少头猪,但是你的统计数据里不会也不可能显示,哪头牛是哪头牛的跌。 如果这是可能的,哪头牛几点晒太阳,怎么吃草它舒服,哪个饲养员让它讨厌,这些知识不会出现在统计里面。 而这些知识就是数学、统计科学或者经济模型和真实世界的距离。 谁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呢?谁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呢?答案当然是商人。 过去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,包括中国,也包括欧美等国,都有这种重视工业、农业生产而侵蚀商业的倾向。 觉得商人只不过是炒买炒卖,倒卖一下商品从中获利,他们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贡献。 在《汉书识货志》中,贾夷的《论基著书》就提到,使天下各时其利,末计有时之民,转而圆南母,则蓄积足而仍乐其所以。 但是,哈耶克指出,这些知识由于永远分散在不同人的大脑里面,而经济体系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,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变。 新的信息存在于不同人的脑子里面,存在于局部的范围里面,怎么利用,这才是经济体系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。 那说,这到底怎么解决呢?那就是价格系统。 哈耶克说,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解决方案,那就是价格系统。 价格能够解决我们这些问题。 首先呢,我们前面说的,想去预测经济的第一个障碍。 是,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。 这一点通过价格,人们就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尺子。 你的每次出价都标志着你愿意用什么样的代价获得某种商品。 这时候,价格就是一个可观察的,可统计的,可加总的这么一个数据。 同时呢,价格也传递了关于供求的信息。 什么东西需求大了,供给不够了,内建产品的价格就上升了。 什么东西生产多了,饱和了,那么价格就下降了。 值得称到的是,在这传递的过程中,它用的还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经济的方式去传送的。 咱们刚才说的,你的牧场里面,牛和猪的数量假如增加了,而对饲料的需求也会逐渐地反映在价格上。 但这个反映的过程并不需要你的猪或者你的牛、郭母的比例、年龄等等这些信息的参与。 这些都不知道,也不需要知道。 价格传递关于稀缺信息的方式是非常简约的。 不仅如此,价格所传递的关于稀缺的信息,它也只会传递到相关的人那里。 不相关的人,它是不会收到这个信息的。 不买饲料的人,它不知道饲料的上涨。 只有那些跟使用饲料有关的人,不管是养殖户还是生产商,他们才会收到相关的信息。 而这一点也非常重要。 咱们设想一下,如果没有价格,这个时候你需要买饲料,你要怎么做呢? 你要在这儿发一帖子,跟博主一样做个视频,叨叨这事。 那它的成本该有多高? 覆盖面又有多广? 又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看你这个帖子? 又有多少人能够确定,到底是该给你家的养殖场,还是该给别家的呢? 这里面能发生的幺蛾子可太多了。 事件证明,这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。 把汤姆克罗斯拉过来,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。 但是呢,通过价格,就这么轻易地解决了。 哈姆克指出,价格不仅能够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,它还能够指导生产,指导人们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当中选择适当的生产方式。 而到最后呢,是关于奖成的问题。 怎样才能够恰如其分地去奖励和惩罚人们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呢? 价格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和惩罚。 如果你好吃懒做,每天在家里过着御宅的生活,游戏人生,泡沫,肥皂剧相伴,那你出来求职的时候,你不需要说明你之前具体干了些啥。 人力市场对你的标价,就是对你很好的惩罚。 而这不是来自于市场的惩罚,这是来自于社会对于此类事情的态度。 当然,人们总说市金子总是会发光的,但是呢,价格比任何人都诚实。 网红博主李子柒,你需要去表扬他吗? 你不用表扬他,他就已经得到市场恰如其分的价格奖励了。 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会说,政府应该去奖励那些成功的商人,而成功的商人还需要你去奖励吗? 为啥没人说,也该去奖励那些中了福利彩票的人呢? 为什么要奖励他们? 他们已经得到了最佳的奖赏。 总结一下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哈耶克的《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》。 他指出,人类社会并不只是要解决边际平衡的问题,而是要面临很多的变化。 由于价格体系能够非常地有效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, 同时指导人们进行生产和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, 还能够解决讲成的问题。 因此,我们需要在进行制度安排的同时, 尊重市场的力量,尊重价格的力量。 与我们个人而言,也希望大家能够善用价格的力量, 能够将价格反映出的这部分知识, 纳入到我们平日的考量中来。 不至于糊涂,也不至于自卑,也不至于狂妄和自大。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。 如果你看到这里,请点一波关注,点一波赞。 你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 如果你有意见或者建议,或者你有意但是没有时间去读的书, 请给博主留言。 我们会选时间给大家去整理。 当然,得试博主感兴趣,或者是能发出来的哦。 感谢大家相互体谅。 OK,这就是本期的日新社的天天听好书。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,韦尹。 咱们下期见,拜拜。